好 連進 和你深入台灣 了解衣食住行 有什麼工作你覺得適合香港人做的呢? 我覺得台灣會有工作適合香港人做 例如我一個朋友他娶了一個香港老婆 台灣人台灣朋友娶了一個香港老婆 他香港老婆也在這邊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是比較台灣人難做一點 因為要接觸外國人 台灣人的英文水平比較低 但其他水平都高 但是在英文這方面 如果一個香港人找一份工作 佔的優勢比較大 相反我不覺得這件事叫搶別人回來 香港其中的優點都是英文比較沒有 如果你開了當夜 想到一個想法是天下無敵 然後開當夜很英俊 然後你坐在裏面等人自己走過來 那你就沒有做的事了 我覺得你有多少付出有多少收穫 很公平 在台灣很公平 但是你不要想著有頭威 沒有美勢這樣就可以了 你還是那句持久力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一開始付出多少努力 而是你每一天付出多少努力 你每一天就有多少活動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我現在每一天都 出盡耐力的 那 我會 我會拿到我拿的東西 但是我都看到很多不一定是這樣的人 香港人好 然後台灣的人好 那最後都是 也不會再出現在夜市 那如果有一個香港人 真的想來這間廠 千萬都是難 你會被你做36 不做36的心態影響到 在台灣我會見到希望 那個希望是你努力 你會拿到你越有的回報 在這裡可以講夢想 其中一個來台灣的原因就是 我認為在台灣可以講到夢想 夢想這兩個字不是天荒夜潭 當然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還有要有一定的收穫 或者一定的經驗 我願意去搏一搏 我願意去衝 我想現在還是一個中間點 但是我先看到有終點 我先看到有一條路讓我去跑 而不是一個荒山野 而不是一個沙漠 有人會支持我 有人會鼓勵我 我覺得 我覺得每天都會支持我 去溫我的小生意仔 而不是打份工 又是做36 做36的一個心態 852Go886 只要在Facebook輸入 852Go886 就可以找到我們 852Go886的專頁 852Go886 852Go886 5